询时当场计算季孔金蛋的成本 发现进口费用包括鸡蛋成本 空运以及关税加起来最多就18元 如果贩售价格落在5元 业者最多就亏损13元 但是农业部为什么会给出 一颗26到32元的补助 对此农业部回应每批季孔蛋的成本 会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但是YG就质疑保险费和孕费 这两个最关键的资料却没有完全公开 没有办法计算比较 除此之外也有市议员发现 负责提供国军购买食材的供应站 蛋品来源有将近一半就来自图万财 质疑图万财交代不清的巴西蛋 恐怕已经被国军弟兄施杀肚 但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强调 国军都是吃国产蛋 这425万颗进口蛋的流向 还要持续追踪